大家好,我叫Ava 今天会和大家做一个自律身体感知练习 这个练习的目的 是帮助自己的身体和心灵 达到一个深层放松的状态 在练习途中 录音会提示一些感觉 尝试用你的身体去实现这些感觉 和其他冥想练习一样 练习的过程不需要思考 没有对或错 也没有一个正确的答案 我邀请你完全打开你的感官 纯粹感觉自己的身体 请你找一个暂时不会被打扰的地方 将手机调教到静音 给自己大约半个小时的独处时间 你可以选择坐在这里 或者睡在这里 一个舒适的姿势 如果你选择坐在这里的话 可以选择一个有背靠的座椅 如果你躺在这里的话 如果你躺在这里 你自己的念潮上 手脚微微打开 手心向上 可以用枯筋或枕头 可以用枯筋或枕头 垫在膝头和脖子的下方 可以用一些时间去调整身体的姿势 让自己的身体更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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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地打开你的感官 由头到脚 掃描一下自己的身体 留意一下自己身体不同的部分 现在有什么感觉? 在掃描身体的时候 检查一下身体不同的部分 不同的肌肉 有没有无意识地收紧了? 可不可以将它们逐一放松? 你可以选择合眼 或者保持双眼打开 放松视线去前方的一点 继续打开你的感官 打开你的听觉 听下自己的声音 近的声音 软的声音 听不听到再远一点的声音? 留意一下自己身体逐渐地放松 放轻 同一时间 你的意识 亦都开始慢慢地放松 现在用小小时间 去想一下你的内在任务 这个任务或者使命 存在在你的心底 它可以为你的生命 生活 带来意义 和价值 你的内在任务或者使命 可能是追求和平 自在 和世界的协调 和其他人的协调 想起来 此处 这里没有一个特定的答案 你的内在任务 或使命 可以是任何东西 做得到 慢慢地被你心底的任务 浮上来 慢慢地被你心底的任务 浮上来 现在请你想想 今次练习里面 你的目的或者意图是什么 你想得到些什么 这个意图可能会帮你实现到你的内在任务 或者在练习过程你只想放松一下 休息一下 任何的答案 无论你的目标是什么 现在请你用你的身体感觉去确定这个目标 将你的意识带到你的内在力量 你的内在力量好像一个安全岛 当你站在这个安全岛 你能够感觉到平静 安全 安稳 你的内在力量可以是任何东西 可以是一件事 一个感觉 一个你到过的地方 你想起的一个人 一个情况 一个时间 或者是一个幻想的情境 任何能够带给你平静的事 同样 这里没有一个特定的答案 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内在力量 当你找到你的内在力量 用所有感官去感受你的内在力量 感受到这个内在力量在你的身体里面 都感受到这个感觉 每个人的吸气 呼气 都感受到这个感觉 你身体的感觉 全部都感受到这个感觉 也有我们的内在力量带来的平静 安稳 继续感受你的内在力量 你全身都感觉到安全 舒适 平和 我们即将要开始练习 请你记住 每一次的练习都没有一个目的地 每一次的练习都是你最好的练习 无论你的感觉如何 也无需批判 现在请你留意下下巴 嘴 嘴里面 尸头的感觉 不需要思考 顺水地 接受所有浮现的感觉 感觉下你的左耳朵 右边耳朵 耳朵 同时感受到两边耳朵 把意识带到你的面部 感觉下你的面颗 鼻 鼻孔 左边鼻孔 右边鼻孔 直到自己呼吸中 感觉下两边鼻孔里面 空气的流动 感受到两边鼻孔里面的感觉 感受到两边鼻孔里面的感觉 感觉下你的眉心 额头 你觉得凉快 轻盈 感觉下你的头皮 后脑 颈的后方 颈的前方 喉咙里面 感觉到轻盈 舒适 感觉你的左边肩膀 左边的肩胛骨 左上臂 手肘 前臂 左边手腕 左手掌 手指 全只左手 全只左手开始觉得重 同时感觉到放松和舒适 感觉你的右边肩膀 右边肩胳骨 右上臂 右上臂 手肘 前手臂 前手臂 手腕 右手掌 右手掌 右手指 全只右手 好放松和舒适 好放松和舒适 好舒适 肩膀 胸部 腹部 腹部 上背 下腰背 全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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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身的前面 后面 后面 感觉到上半身散发出来的感觉 放下思考 放下思考 接受任何你现在感觉到的感觉 你的上半身变得很重 很放松 你可以感觉到温暖 舒适 将感觉意识 带到盘骨 盘腔的位置 感觉你的左边臀部 左大腿 膝头 小腿 左脚掌 脚趾 全只左脚 感觉到全只左脚的重量 变得很重 变得很重 很放松 轻盈 有意识感 感觉到你的左脚放松 变得舒适 把感觉意识带到右边臀部 右大腿 右大腿 膝头 右小腿 脚掌 脚趾 脚趾 全只右脚 感觉到全只右脚的重量 很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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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很放松 打开你的感官 迎接来自两边臀部 两条腿 两条腿 全个下半身的所有感觉 这个感觉 好像一股放射的能量 感觉到你的下半身很重 很放松 很放松 很舒适 很舒适 感觉你身体的前面 背面 左边身体 右边身体 感觉到身体的里面 身体的深处 感觉身体的表面 包围着你全身体的皮肤 感觉全身体开始变得很重 承受着你身体的地球 很稳固 你可以很放心地 在这里完全放松 让自己成为放射的感官能量 放射的感官温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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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意识变得很轻盈 可以随时流动 让你的感官意识继续流动 你的意识很广阔 没有界限 没有界限 没有时间 好像可以变得 抽离开你的肉身 好像可以变得抽离开你的肉身 开始可以客观地观察到 你感觉的出现 又消失 又消失 用你飘浮的感官意识 察觉到你现在有规律的呼吸 平静的呼吸 细心感应到自己稳定的心跳 继续感觉到自己的身体非常松弛 这一刻的心情完全放松 放开 给你的全个身体 心灵 都感觉到幸福的感觉 平和 平和 放松的感觉 在每个呼吸 感觉到身体里面 散发着温暖 轻盈 这个感觉 这个感觉 渐渐扩散到你的面 身躯 手臂 手掌 全只脚 全只脚掌 给你的全个身体 心灵 由内到爱 都感受到幸福 平和 放松的感觉 绿绿 涂 下来 手臂 定位 现在 你可以打开听到你的听播 让你的意识同时打开 在听着呼吸声的同时 也感觉到身体好像放射的感官云团 继续听到自己的呼吸声 深长的呼吸 同时身体也感觉到你的内在力量 这股能量带给你安全感、稳定 你可以被自己完全放开 去到更深层次的放松、幸福的地方 这个练习即将完结 你可以被自己停留在这里 继续享受放松、放轻的感觉 当你准备好 轻轻眨几下眼 慢慢打开对外的感官 留意到周围的空间 同时也都继续感觉到身体平静 平和 放松的放射感官 继续听到自己的心跳声 呼吸声 现在请你回想一下你的内在力量 你的安全度 和你的内在任务 你的感官和意识都放松 你的感官和意识都放松 让你的内在力量和任务 自然地浮上来 在心里面 和自己做一个肯定 当你在日常生活之中 走路的时候 说话的时候 吃饭的时候 工作的时候 游换的时候 甚至是睡觉的时候 你都可以感觉到 你随时都可以感觉到 和现在感觉到一样的感官 意识的深层放松 现在你可以将意识 带到完全清醒的状态 慢慢将眼睛完全打开 移动一下你的手指 脚趾 转一下你的手腕 脚腕 再次感受到自己的肉身 看到周围的环境 知道自己的身体是这个空间 感谢一下你自己 多谢自己抽时间去放松 疗愈自己的身体和心灵 让自己有机会去感受 自己的身体和感觉 你也可以在你的筆记 或者日记上面 记下这个练习的感觉 或者反思 反复的练习和记录 去观察自己的身体和心灵 有什么变化 这个练习来到尾声 再提提你 我们的冥想练习 不是考试 不是策研 没有一个标准答案 甚至乎没有一个答案 每个人每一日 甚至每分钟的感觉都会不同 透过反复的练习 让我们去打开感官 純粹地 客观地观察自己的情感 提醒自己 不需要批判自己的情绪 学习 练习 接受我们不同的情绪 接受我们的不同的情绪 想念自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